因為這個3B圖層啊 攝影機燈光就是在AE裡面喔 這個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簡單跟各位稍微複習一下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裡齁 在AE裡面的話呢一樣這裡學習重點就可以打開齁 首先最重要的是你打開這個之後 打開這個之後呢 第一個你可以發現我們哪裡不一樣 本來我們以前都只有一個試圖 現在是會變成兩個 對不對 大部分我會比較選擇習慣是左右啦 因為這樣子我們在看比較容易 就是一個看什麼 攝影機的 一個呢 看什麼 看左邊的 或者是什麼 上面的 這兩個是最常使用的角度 但是呢 你要有這樣的效果 一個前提 不管是攝影機燈光 它只對什麼 有作用 3D圖層有作用 好 3D圖層有作用 所以今天如果你沒有把這個打開 你不管在哪個角度看 它永遠都像是正面看 好 這個是你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的 那怎麼樣去切換到底我在看哪一個角度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 那到底你現在看的是左邊的還是右邊的 就要看它的四個角落 有沒有 這裡 是我正在看的這個角度就是右邊的 所以現在右手邊是屬於攝影機 那你只要滑鼠點一下 它這個角落過來了 你現在看到的這邊就是左邊的 當然其實我們講過 你從上面這裡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知道說你現在在看哪一個角度 哪一個角度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變成3D圖層之後 我們的這個圖層屬性 除了原本的這個 會有增加什麼 Z軸對不對 位移也都有Z軸 這些以外呢 你會多一個orientation 就是所謂的方向 那這裡是一樣SYZ 只是這是360度以內 360度以內 要超過360度的 就是個別的軸向 好 前面這是幾圈 後面是幾度 好 後面是幾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只要變成3D圖層之後 你會多出這個叫做material 材質的選項 材質的選項 這個很重要 因為呢 我們上次有提過 要不要產生陰影 要不要接受燈光 要不要接受陰影 是不是都跟這個有關係 好 那這個呢 也是只有3D圖層才會有的 那既然講到的燈光 我們就來看一下 燈光 燈光 這裡 這裡沒有燈光 我們就把燈光把它加進來 這裡 在這邊 你看這個燈光 那燈光呢 我們完整的 當然這裡 它就會有像這樣 即時的反應的效果 但是一個前提 還記不記得 真的要產生這些陰影的話 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當然它必須是3D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虛擬世界裡面 要產生陰影 預設都不產生陰影的 要產生陰影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燈光本身 要產生陰影 第二個 被照到的這個圖層 要有意願產生陰影 這樣了解嗎 一定要怎麼樣 你請我願才可以 一邊強迫沒有用 所以你把燈光 燈光攝影機 在A裡面 也是一種什麼 特殊塗層 所以呢 它也是在塗層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燈光攝影機 燈光攝影機 那你要修改 他們裡面的設定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叫出來 你知道在上面 登登 兩下就好了 它就可以打開 就可以打開 以燈光來講 最重要的是 燈光有好幾種類型 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比較常用 就是所謂的聚光燈 SPA的就是 18代聚光燈 另外一個是什麼 點光源 那聚光燈 有所謂的方向性 有所謂的方向性 也會有這個 有沒有 這樣照下來 會有一個範圍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它的範圍 然後呢 它旁邊 光線到旁邊之間的 這個羽化的程度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要不要產生陰影 有這個選項 有勾起來 你就可以設定 陰影 黑暗的程度 還有羽化的程度 記得一件事情 陰影 預設打勾的時候 軟體的預設值是百分之百 所以是很黑 而且邊緣很銳利 你一定要記得調整一下 把它調整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 燈光有沒有 那我們剛剛講 點光源 它就沒有方向性 它就是360度 但是一樣 它可以產生陰影 好 可以產生陰影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的 被它照到了以後 要 物件本身 要什麼 意願產生陰影 所以我們 點到這個圖層 打開材質 有沒有 cast shadow 預設是off 所以不會怎麼樣 不會有任何的陰影產生 那當然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要比較多 就一起選起來 設定比較快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來看這裡 剛剛這邊是讓它站起來 對不對 如果你看我們來這裡 真的把一盞燈把它打進來 好 我用聚光燈 紅色陰影 它會記得你最後一次的 按下去 有沒有 而這個地方 大家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會發現 我燈光打下去了 有沒有發現其他地方就變暗了 對不對 大家很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讓它其他圖層 我不要因為我靠的近 靠的遠 讓我原本的圖層 怎麼樣 光線受影響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我就一起選起來 這四個我一起選起來 打開其中一個 在下面這裡 就是不接受燈光 因為燈光 預設大家都接受 陰影也是預設大家都接受 只是我預設呢 圖層本能不產生陰影 那麼我們希望說 像各位平常的 以老吹的波 像2D的那種感覺一樣 我不要受燈光影響 只要單純有陰影 真實的陰影 你只要把這個燈光 接受燈光把它 歐補就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關掉 這樣有沒有恢復原來的 這個時候呢 你不管 你的燈光怎麼樣的移動 管你的 但是陰影會受影響嗎 因為怎麼樣 來你看一下 我們如果這個 陰影我把它打勾 後面有陰影 對不對 當我把這個燈光 在移動的過程 請問陰影會不會受影響 會 可是圖層本身不受燈光影響 這樣了解了齁 這個是 四傳同學 一般從2D轉到3D 最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 除非你要做的 真就是3D 很完整的3D場景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燈光的影響打開 不然的話 像一般的那種動畫 有3D感覺的 固定 一定要都受到這個光線的影響 這樣整體上效果 你可能會比較好控制 好 這個是我們針對的3D塗層 燈光 跟各位先做介紹 再來就是什麼 攝影機 那麼攝影機 剛剛講過 它也是一種什麼 特殊塗層 所以你增加進來之後 不要忘記了 在A裡面有兩種 攝影機的類型 一個是一個點的 一個點的 就很單純 一般我們在做什麼 導覽用的就是像 類似像燈光一樣 就是只有一個點 這樣子 一個點 比較簡單 好 比較簡單 那兩個點的 就是有焦距那一點 就是有焦距那一點 所以呢 那你在移動的時候呢 有焦距這一點 跟這一點 是可以個別分開移動的 這樣如果說 比如說你要做環繞式的 環繞式的 我們就需要用兩個點 導覽式的 我們大概就一個點就夠了 就一個點就夠了 再來當然這個 有沒有 廣角鏡 標準鏡頭 還有那個 望影鏡頭 都一樣 但是呢你增加了攝影機之後 如果你有兩個三個都沒有關係 記得 你只要有增加了攝影機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在這邊你看一下 今天不管你是哪一台攝影機 我把它翻過來 一台在這裡 這是第二台的 有沒有 你現在用的 那我都點到第一台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換成第一台的 我就把這邊直接切換成第一台的 你可以有不同角度 但是重點是 不管你今天 擺放這些圖層 有沒有在我們這個黑色範圍裡面 都沒有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最後的結果是由攝影機看出來那個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我最後輸出的影片 是這樣子 這樣子輸出 比如說1920x1080 所以今天你 圖片放在這邊 圖片放在這邊 有沒有影響 沒有 這個是蠻重要的 要稍微留意一下 再來 很重要的就是 當你變成3D之後 請問圖層順序 在時間軸上 有沒有決定因素 沒有 因為他們的前後順序 是由誰決定的 一軸 在這邊的圖層順序 可以緊攻參考 對不對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在這裡調一下 這邊會不會有改變 沒有 完全不受任何影響 那當然 我們在 不管是2D塗層 那個 應該說3D塗層 或者是燈光 還是攝影機 你只要有怎麼樣 我們上次有特別跟各位介紹過 他會有這個軸向 有沒有 左右兩邊現在都有 只要你滑到那個軸向上面 他會出現 那個軸向的名稱 這個時候 你的移動的話 會是怎麼樣 是不是 連那個 焦距那一點都跟著一起動 如果你不希望 不希望 我一起動的話 你就點到他 在這種狀態下 按住滑鼠不要放 是不是就可以動了 燈光 攝影機 還有我們的圖層 圖層本身都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你要點到他 如果你要個別移動 你就不要點到他 如果你 點到他 不管你哪個軸向移動 他就只是那個軸向會跟著動 其他的方向不會跟著動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樣各位 也沒有一點概念了 這個 反正以後 下學期真的有很多機會 都在玩這些 都在玩這些 所以記得 不要太早去過聖誕節 好不好 過聖誕節那一次啊 因為下學期才二個月份開學 還有十個月才會過聖誕節 不要那麼快迷路喔 好